我们继续来讲解阿弥陀佛十十八月 之前有大概讲到法上比丘八月的当时的一种奇境 也大概把十十八月的一个总体性的说明 说了一下 今天我们开始就是每一愿每一愿来讲解 那第一个呢 四八月的第一愿它叫做国福二道愿 国福二道愿 就是它的第一愿 之前有跟大家讲这个国福二道愿并不是经文 是后来的人呢 来做注解 帮我们立了一个 这个很加容易记住的一个名字 所以它经文呢是只有说 叫设我得佛 国有地愿恶鬼畜生者不请正觉 对 国福二道愿 那简单讲就是说 法上比丘呢 法上比丘呢 他看了这210亿的 各个的佛国事件之后 他自己在 可以说他自己在又花了五节的时间 去思考去设计 然后呢就发出了这48月 也就是他的一个佛国的蓝图 将来他希望他成就的一个 度化众生的一个国土 一个场域里头 希望 他希望在他的一个 度化众生的场域里头 他希望成就的一种条件 那第一个呢就是 他希望他在他的国土里头 每一个众生 他一定不会再过什么 这个三恶道 所以说国有地狱恶鬼畜生者 不取正觉 也就在他的世界里头 如果有这三恶道众生的话 他就不取正觉 那他如果成了正觉 他成活的话 他的世界里头 他的极乐世界就不会有 三恶道的众生 那为什么要有这个愿呢 而且他放在第一个 简单讲就是说 他希望在他的世界里头的众生 没有一个众生会受苦 在他的世界里头 没有众生会受苦 今天要说我们有一个国家 国家可能比较难啊 我们就说哪一个乡镇 一个乡镇呢 一个小小乡镇 可以说这里头不会有穷苦人家 那就很不容易啦 所以这个三恶道的苦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地狱 地狱 我们读过这个 地藏菩萨本命经都知道啊 地狱都是蒙火 都是这些铁鸟 刀山 寒冰 这些啊 这些其实有时候 我们去医院啊 看一下呢 这也是啊 有时候这个医院 看起来真的就像地狱一样 我自己之前呢 有去开了一个小刀而已啊 我就可以感受到说 那种 那种刀伤 刀瓜 真的是一个很苦啊 这地狱 恶鬼 恶鬼肚子很大 咽口很小 想要的很多啊 感觉他需要很多 可是呢 没有管道可以进来 所以他想要很多 可是事实上却要不到 这也很苦啊 那也是我们现在社会上 大家很贪心的人啊 所以恶鬼道呢 大部分就是什么啊 就是这个 贪念重的 容易变成这个 奋鬼道 那贪呢 毕竟呢 能够得到有限嘛 所以呢 你看他这肚子这么大 想要需要的这么多 可是 却没有办法进来 所以就感觉到很苦啊 所以呢 这个恶鬼道 那畜生道 畜生道呢 真的也是很苦啊 有一些人啊 不是不了解他畜生道 还说天上的飞鸟好像不错啊 我要是可以像鸟这样飞来飞去 好像也蛮好的 或者看到鱼 鱼在里头 水里头游啊 你看啊鱼在水里头游啊 好自在啊 哎 他其实呢 他也不知道说 这个鱼 它在水里头 它的苦啊 你可能也不晓得 那鸟在天上飞呢 它的苦呢 你也不晓得 前几天我们新善事来去 突然我就在这个广场坐着 突然碰一声 好大一声啊 不知道什么东西 掉下来了 哎 走近一看 一只鸟 死掉了 还蛮大只的鸟 不是普通的麻雀或者燕子 那只鸟 蛮大只的 就掉在我们的大殿前面 那可以想见啊 他要死的时候 也是他经历了很多的这种 这种苦吧 好 更何况说这个畜生到啊 这个 强 强实弱 很多啊 那很多也是血淋漓的 你看那个有时候 有时候我在网路上看 他们去播放一些 那狮子去抓鹿啊 或者那个蛇啊 去吃一些什么小动物 有时候看到他们那个影片啊 那真的也是 很血腥啊 很血腥 很血淋漓的这些画面 所以 他也是很苦啊 那有的时候 看一些 比较有福报的 狗狗 或者是小猫啊 好不错啊 他煮的蛮疼爱他 给他吃好的 他已经把它打扮得好好 可是呢 那有时候 他的苦啊 你也是很难去晓得 好 所以总而言之 那尤其在我们佛教里头呢 就知道这三恶道 是很不理想 很不理想 很多的苦 所以 法杖比丘他的第一个愿 简单讲 国无恶道愿 就是说 希望在他的世界里头 不会有一个众生在受苦 不会有一个众生在受苦 这其实 也是佛教的一个最根本的精神 我们大家来学佛 为什么要来学佛啊 大家都希望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 不要再受苦了 而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 但是 社会的人呢 很多也想要离苦得乐 可是他比没有 真正看清楚什么是苦 什么是乐 很多是从他的 这个物质的欲望 的满足 他觉得这是一种乐 其实 好好我们去观察 这种一种 物质欲望的满足啊 好像看起来是乐 但是他世上是苦 由于物质欲望上的这种需求 它起码产生量东西 第一个是求不得苦 第二个是爱别人苦 由这个物质上的欲望 欲望就是你想要嘛 你想要 你想要就一定会得到吗 不一定 所以呢叫做什么 求不得苦 你很想要 这个iPhone不断的一直在推出新的 很多就是年轻人 想要坠机啊 想要 可是想要是不是就能得到呢 然后很多价值观 有一些偏差的 他为了要得到他欲望的满足 他就做出一些 一些做可以讲的 不合法的事情来 好 这就是求不得 想要追求 不一定追求得到 这时候就产生一种苦闷 求不得 爱别离 好不容易 就算被你得到了 家常万万被你得到了 这个俊男美女被你追到了 但是呢 无常啊 前几天也是一个新闻啊 就在这两天啊 有一个家庭啊 就去南部参加路跑 参加路跑 就先生在前面开车 那带着后面呢 一个他的太太 一个他跟女儿 然后 还要去南部参加路跑 结果发生车祸 对不对 结果两个 就是坐在后面的 那个妻子跟女儿死掉 他先生现在好像 安全没有 不晓得 就是也是撞得很严重 那他的妈妈是哭得很惨啊 我看那个心里有变死啊 那妈妈哭得这样 真的是那种哭法 那真的是肝肠被断啊 人家说那个哭到那个肝肠寸断了 真的那就是一种 大家如果去想一下 可以 体 身同 感受 真的会感肠脆裂的这样子 很痛啊 好不容易也成立了这么美好的家庭 一切的 这么的美好 但是一旦这个无常 那真的是 可以想一种 无法想象的一种痛 一种苦 好所以呢 我们 佛教呢 这样子就离苦得了 这是佛教最根本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讲高讲身啊也好 讲欠也好 基本上就是要一个离苦 但是我们众生就是 迷惑掉了 在什么是真正的苦 什么是真的恶 并没有看清楚啊 很多的时候 我们把这些物质上的 人事上的 然后我们有一种 期望 有一种欲望 满足了我们的期望 满足了我们的欲望的时候呢 我们觉得这是快乐 这是美好的 但是其实这当中 简单讲它就是一种生命法 能够被你期待到的 能够被你满足的 它是因缘而合的时候呢 被你期待到啊 被你满足到的 可是因缘而合的法 它毕竟 不是永远的啊 你在怎么样的美好 你在什么家才换惯 对不对 我看最近新闻像郭台铭 最近好像还缩水不少啊 郭台铭 对不对 更不要讲王永庆 王永庆就是全部 现在已经 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在 王永庆的名下了 所以这些我们欲望所想要所追求的 有一些都会不在的时候 你的快乐是不是也随之而去了呢 那如果我们过去所追求的这些快乐都不是 不是永久的 都是这么 可以讲也是这么的虚妄 这种虚妄 那你是不是应该好好再去思考 该追求的是什么 真正该追求的是什么 好 所以它第一个就是 合于我们国教追根本的一个 一个出发点 就是不享受的 离苦 离苦得乐 所以这个在我们佛法来讲是最根本的重要 所以在佛教的最根本的一些道理 例如说四帝 四圣帝 苦及面道 第一个也是在讲苦 第一个也是在讲苦 什么是苦 那苦的原因是什么 苦的原因我们马上就要论起 那要怎么样苦可以消灭呢 那怎么到 怎么修 所以这个不会再去受了 所以说可以讲 一切的佛法就来谈这件事情 怎么样可以离苦得乐 那么地狱恶鬼畜生呢 这个是 所谓的苦果 今天如果在这个世界不再有苦果产生的话 那也必须没有人再造作苦因 因为佛法再怎么厉害 也不可能脱离 违背因果因缘的道理 这个因缘因果呢 不管是佛出事不出事 法尔无事 因缘果报 本来就是如此的 佛出事也是如此 佛不出事 你开悟不开悟 不会因为你的开悟不开悟呢 因缘果报 就有或就没有了 因缘果报是法尔无事 只是你清楚明白了而已 所以今天要真正能够 我无恶道 那就必须 我无恶业 你不要有恶报 那就是一定不能造恶业 因为我们知道恶业是丁嘛 照做的恶业就是丁 那这苦果 势必 势必 会结成 今天我们来看说 我们中立这几天发生的这个 小孩杀了母亲 然后 这个有把他头脱丢下去 这个是一个人间的残局 也是一个苦果 那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简单讲不是没有犹豫的 不是没有犹豫的 一定是有 要嘛是这一世的 我们可以分析的 那也还有前一世的 这种种的原因 才会今天有这个 这个小孩去砍了他的妈妈的头 事出必有必要 不会无言无故 所以今天要活无恶道 也就是 今天法障比丘 他希望他里头 这种证呢 都不会再受三恶道之苦 法障比丘当然也知道 要不受三恶道之苦 那势必他的国人 一定不能造作十恶月 十恶月 所以这就讲到 也就是所谓的十善月道经 十恶月 十善月 也就是苦乐根本的原因 苦乐是一种果 苦果跟乐果 那这苦果 乐果呢 一定有他的因 他的因就是善因 或者是恶因 那么善因 所遭感的 就是乐果 恶因 恶因 所遭感的 就是什么 苦果 好 我们来看 就是说这个母子 这个指示 你看他平常的 邻居啊 就说 常常也会听到他们在吵架 这个母子之间 有各方面的问题 来争吵 对 那当然这小孩 从小到大 还是 这个当然有家庭教育 有学校教育 有这个社会教育 这也是很 一个小孩子成长到大 有很多的因素在影响着他 但是一开始其实我们的家教 我们的家教 还是影响最大 还是最大 因为他如果 他长成型的时候 是一个好的样子 他就算说在学校里头 在社会里头 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人 那我们从小去教育他 已经成了某一种型的时候 他就算遇到 在社会上 在学校里头 遇到一些恶元的人 他也不容易去改变 他也不容易去改变 最近呢正是到一位这个 有一个这个 有希兰的信徒 那他就在跟我分享 像他们在纽西兰 他们很注重家庭教育 什么个注重 他说 今天如果这个父母 如果生了小孩 政府是规定一定 就是说他们父母 不可以两个都去上班 一定要有一个自己去看小孩 不能偷给人家带 一定要自己带 那我说 那这样的话 那个不上班的话 政府要不要给他 给他用个薪水啊 那他们一家网啊 不然怎么生活啊 所以不是只有养 养喔 就是说到几岁 可能到了五六岁 就是说 上小学之前吧 还是怎么样 他一直就是说 他是严格规定 也就是说 很 就是基本上 没有什么公托 或者失托 就是说他们比较 在这个国家里面 他觉得说 这个孩子的成长 跟他的父母之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结 这个在国家社会里头 非常重要 所以国家社会他愿意说 不管是政府单位 或者民营单位的这些企业 就是 给这些人继续 他的薪水 可是他可以不用来上班 因为他要在家里什么 带小孩 带小孩 就是说 所以没什么 没什么脱衣的这个问题啊 他就是说 这个国家他很重视 这个 家庭教育 这个是最近 你遇到在纽西兰的信徒啊 他就跟我分享 还是不错吧 你看他这么重视这个 一个小孩子 你看 其实你看我们一个小孩子啊 差不多 比较能够影响他 就是他这个 三五岁七八岁 那你如果等到十几岁 他已经定型了 要再影响他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不容易了 所以说也就是说这个 我们在教育一个孩子啊 怎么样教育他 这个我们简单讲 这个善恶 其实是蛮重要 那善恶当然是有一个基本的标准 那就是十三岁十二岁 杀到你恶口 忘你其余两者 贪生吃这十二岁 那不会去犯这十二岁的 我们就是叫做十三岁 所以说阿弥陀佛他 希望他的国土 不再有三二岁的受贪生 那也就是 不会再有造作十二岁之人 也就是在他的世界里头 不会有人去犯杀 也不会有人去犯道 不会有人去犯乃 乃至不会有人再去贪生吃 唯有不造二岁的情况之下 才有可能 不再有二岁 好 所以这个第一院表面上看一下 很简单 其实这里头有很深的道 我们今天就简单讲 他就说第一个 这是合于我们这个离苦 佛教的最根本的 叫做离苦的不再受苦 可是这个不再受苦呢 的一个结果 必须不再造恶因 你就不再造这个十二岁 那第二院呢也是一个相关的 他叫做不更恶道院 不更恶道院 他说设我得佛国中天人寿终之后 负更三恶道者 不取正确 现在有一个问题说 今天如果你来我的世界 你来我的国家 那你不会造恶 你也不会受恶报 那不然不错 可是万一有一天你离开了我的世界 之后你又再去造恶 又去再受恶报的话呢 马上比修就会觉得说 那这样我的这个国土的教化能力 还是不够啊 简单讲就是说 今天你来我这个学校的时候 你表现得很好 什么事情你都表现得重规重矩的 表现得非常的优秀 当你在我这个学校学习的时候 可是当你离开我的学校以后之后呢 你怎么 他会变成那个样子 如果有这种情况呢 就表示这所学校的教化功力 还不够嘛 所以说教教教教的 在学校表现还可以啊 可是最后去社会工作了 其实我们现在的学校 竟然好像觉得这个问题啊 对啊 在学校看起来都还可以啊 是好学生 但是入了社会呢 却未必是好人 未必是善人 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 学校的教化功能 还不够理想 还不够理想 所以阿比哥哥呢 他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今天如果这个众生 在极乐世界 也就好像一所学校 就是阿比哥 我在这里教化众生 那到了这个极乐世界 大家都可以表现很好 都可以出善善人 可是有一点呢 他要去其他世界 度化众生的话 他却有可能又再度翻船 这样就表示说 那去极乐世界好像也没有好到某程度嘛 去了极乐世界可是回来 会有可能会再度受到轮回六道的这种 又可能再沉沦下去 那就表示 好像去极乐世界也不怎么样嘛 因为 回路说回 又变成掉入淋巴 所以 法当比丘他的发愿 很仔细 他就说这样不行 不是说来到我这个世界 也可以不再落入山河岛 就说只要你曾经来过以后 不管以后你们去到哪里 都不会再造恶 也不会再落入山河岛 所以这一个人就更厉害了 那也就是说他在这里头 所收到的这教化的影响力 要非常非常的深远 所以 要非常非常的深 所以 这个 你的四十八月 你的文字看起来好像 很简单 大家都看到 但是我们好好去 思维去体会 法杖以丘他的发愿 的确 真的是 非常的深 非常深 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再念所有的一小段佛号 来回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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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